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次第一次所主办的新联新广播系列 我是Elaine,您这一次的主播 那大家也知道这次的于兰生会就即将来临咯 我们本次的柜台已经开始接受信徒们的报名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有一位同修想透过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于于兰吉祥大供养的经验 所以大家都说哈喽到Winnie 哈喽Winnie 哈喽Ele,哈喽大家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有关于兰吉祥大供养的一个经验 就是一个很奇迹的,很奇妙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跟你说就是我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不是很疼我了 尤其是长大做工后妈妈更加会讲不到几句就很会吵架 然后我们母女的感情真的真的是很差 可是我每次买东西给她,她都会嫌我 嫌到好像不值钱这样子 which really hurts me 因为我每次看到很多很好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妈妈很辛苦 我想要怎么样办法能够报恩 就是想要孝顺妈妈吧 我每一次都没有机会的顺顺利利 把我所想要的东西供给她 for example,一串葡萄59块 我都会觉得yes,我这个我一定要买给我妈妈 我一买回家,我就是 又给她妈妈,妈妈到很家了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子 我有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像我一样 就是每次很想孝顺父母都没有机会 都会都每次不是被骂就是被rejected 然后有一次师父接近乌兰巴纳的时候 师父有一个divination 他说Vinny, it's best that 你可以供一个鱼兰吉祥大公养 You will be benefiting you and你可以回去跟妈妈一起分享 我就讲,慘啊,这么贵 又跟我妈妈讲这个师父要我share的 他一定很紧张,他一定会骂我,骂到臭头 我们吵架的时候可以吵到可能三栋主屋都要倒他的那种 所以每次说不了几句我就会跑 这一次很特别很特别 我又很紧张地拿这个offering 硬着头皮就去做了 对,我就回去,我就me 这个是师父要跟你一起share的 叫我跟你一起share 那我就以为,what you going to get it 但没有,他讲好啊,这个好啊 可以可以 然后就from then on很奇怪 他就讲ok,这个很好很好 他就问我多少钱 我就哇 就跟他说多少钱 反而他讲,oh it's very good 他说,oh this thing is very good suddenly our conversation and don't change 我就finally,我要哭出来内心 但我是想要哭出来是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这样magical 为什么我的妈妈这次sound so touching 但我不敢哭,因为我的眼泪往里面吞 但是我往里面吞的是joy 我认为是哭,我认为这不是悲惊 从 then on,我跟妈妈 我觉得我就每天她放工我回家 她就问我你放工了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dinner吗 for one year,we have been doing shopping together 没有吵架了 and we share stories,we share secrets 就在那一次 after that after那一次 yeah,我几乎每个晚上陪妈妈吃晚饭的 so Winnie,你觉得当初师傅叫你供这个云南圣盆的时候 是在这个关键的,他叫你供 你觉得他会整个就是帮你跟你妈妈的感情整个改变了吗 对,肯定,肯定 因为他在教我们怎么样供养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跟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 但是because of faith in Winpoche yes,so I did that 所以我觉得供养这个云南吉祥大供养 真的有帮助我跟我妈妈的感情 yeah OK,很感谢Winnie这次的分享 谢谢你Winnie so,希望大家能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 都能感受到佛陀生前有所提到的 余兰节供养的这些殊胜的功德 那也希望大家能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美好的机会 我们来利乐自己的父母亲 而且我们又可以利乐和回报七世的父母恩德 那今年我们的余兰吉祥大供养 跟往年的有一点不一样哦 那就是在这个大供养我们会改成 供养膳食以及一些日常用品 而且我们不只是供养给本寺庙的僧众 部分的供养也会供养给尼泊尔的 南高杰吉祥丛林 和小卡Monastery的僧众们 一共是168位僧众们 这次寺庙也会替做供养的信徒们做回向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吉祥如意